刚刚把镜子膜电位的机制讲完 如何产生跟维持镜子膜电位 接下来要解释神经细胞或是肌肉细胞 如何改变它的镜子膜电位 而产生动作电位呢 好我们开始讲 今天如果是神经细胞或是肌肉细胞 被刺激了 例如你分泌了神经传逆物质过来了 当然也可能是电刺激 而你这些细胞膜上会有所谓的化学敏感 钠离子通道 知不知道 是化学敏感的 钠离子通道 好今天你这个细胞 它有个瘦体蛋白 而让钠离子可以进来 这时候我是不是说钠离子通道性增加了 钠离子通道性增加了 而钠通道性增加了 钠是进还是粗呢 会是进 因为两个力量 外钠内甲嘛 外正内部 不论是电荷压力 或是浓度低度的压力 都会让钠离子冲进来 换句话说 我们细胞通过钠甲帮普 跟通道性的不同 我们搞成钠很想冲进细胞 有发现 不论是浓度低度或是电荷低度 你假如让你打开 孔道打开 钠会冲进来的 好 那我现在就让这个 化学敏感钠离子通道打开 此时钠离子会因为两个压力 浓度低度和电荷低度 使得钠被推到细胞里面 当钠进入细胞里面 是不是本来外正内部 而带正定的钠进来了 是不是里面就变得没那么负了 外面就没那么正了 你的摩定位就会从-65开始增加 就-65 -60 -15 就开始增加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说你的极化状态被去掉了 就是外正内部-65 这样子的方向性慢慢被破坏 此时称这个状态叫去极化 极化被去掉了 也就是说你可能从 外正内部变成 外没那么正 没那么负 甚至变成外面微微负 里面微微正 甚至变成外面好负里面很正 那以变化来讲 反正从-65好负 变成-40 假设 然后变成正20 然后变正40 你是不是原来的方向性被破坏了 这时候叫做去极化 去极化 好那我先把这个擦掉 当你的摩定位上升 这时候叫去极化 而你的去极化是不是磨定位在改变 从-65到-60到-55 当你的去极化的磨定位程度上升到某个程度 这个程度叫做欲值 这个欲值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门槛 是不是磨定位变化了 就引发了对电位很敏感的纳离子通道 打开 大家这就是关键 当你的磨定位上升到某个程度 你会引发电位敏感纳离子通道打开 而它一打开 是不是让更多的纳进来 更多的纳进来 更多纳进来不是磨定位上升更多吗 就会让磨定位又变化更大 又引发更多的电位敏感纳离子通道打开 这是一个连锁效应 也是一种正回馈 一旦电位敏感纳离子通道打开 它就全开 不会只开一两个 因为当你一开一两个 进来更多纳 磨定位又上升一点 又开更多 再进来更多 又开更多 最后全开 此时会引发大量的纳离子冲进细胞里面 此时你的磨定位会上升 是剧烈的上升 这时候的去集化 是非常剧烈的去集化 冲上去 这时候我们就会说 你产生很剧烈的去集化 你产生了动作电位或活动电位了 而动作电位和活动电位 英文叫action potential 所以我们翻译成动作电位或活动电位 两种翻译都有了 看你喜欢哪一个 动作电位或活动电位 所以动作电位或活动电位的前提是 你的磨 磨电位必须要先到达预值 引发电位敏感纳离子通道一打开 一旦它一打开了 就会大量打开 引发剧烈的去集化 所以为什么预值这么重要 预值那个磨电位 那个值 就是引发电位敏感纳离子通道打开的那个值 也就是说电位敏感纳离子通道的开启 它叫电位敏感 是对哪个电位敏感 那个电位的高低就是预值 就是预值 一旦磨电位一到预值 就会引发大量的电位敏感纳离子通道打开 此时的去集化可是剧烈的 就叫引发动作电位 如果今天你的磨电位改变 没有到预值 没有引发大量的纳离子电位敏感纳离子通道打开 你就没有产生动作电位 好 这我们周围解释 这个电位就消失掉 它不会产生动作电位 好 以上就是去集化 去集化其实分两阶段 一开始是化学敏感纳离子通道打开 此时磨电位会逐渐上升 一旦到达了那个关键的预值 就冲冲冲上去 剧烈往上冲 所以其实去集化在动作电位里面 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斜率比较低 第二阶段血液比较高 第二阶段血液比较高 因为第一阶段只有化学敏感纳离子打开 它是微微上升 一旦到达预值 引发大量的电位敏感纳离子通道打开 它的上分是剧烈的 那一定要剧烈上升才叫动作电位 Action Potential 那当你电位上升之后 这个电位敏感纳离子通道 一打开之后 很快就关闭了 随即 另外一个通道打开 它叫电位敏感纳离子通道 它叫电位敏感纳离子通道 此时你是不是细胞已经是外腹内症了 各位请注意 我已经去集化很激烈了 我的膜电位现在是正直了 比如说正40号 此时的膜电位是外腹内症 大概正40号 此时你打开电位敏感申离子通道 申是向外冲 因为你看浓度低度 细胞内甲多嘛 浓度低度把它往外推 电荷低度也让它往外推 所以此时打开电位敏感的申离子通道 申是向外跑 好正电向外跑 你的膜电位 是不是就会从正40号开始下降 就变0 然后变-40 然后变-65 这是膜电位又逐渐回来原来的直了 因为正面又跑出去了 那甲离子跑出去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 当我的电位敏感甲通道打开 甲的通透性增加 此时甲会大量向外流动 其实不是只有浓度低度 还包含电荷低度 因为这时候电位已经逆转了 外部内震了 那当甲离子出去之后 你的膜电位不就慢慢慢慢的又要恢复负值了吗 此时你的电荷就开始让你膜电位从正40降回到-65 那是不是恢复成原来的禁止膜电位-65啊 我们就称这样的过程叫做极化再现了 又回到极化了 我们就称为再极化 再极化是因为甲离子通道打开造成的 是电位敏感甲离子通道 使得甲流出去 刚刚去极化是纳进来 现在再极化是甲出去 使得细胞又变成外震内附了 这个情况叫再极化 又恢复了-65毫伏的禁止膜电位 可是我们的甲离子通道很怪 它开的慢 关的也慢 不像那个电位敏感纳离子通道 那个电位敏感的甲离子通道打开之后 它关闭比较久 所以你看它关闭的时间太晚了 所以它持续让甲离子流出去 当甲我流出去之后 不但你电位变成-65 甚至会低到比原来的更低 变-90毫伏 因为甲离子往外流 所以当甲离子空道打开之后 因为它关的时间又晚 就打开时间很久 所以这时候你的膜电位 不但会回到-65毫伏 甚至会超过 变成-90 那是不是比原来的极化更过了 我们就称这个形容叫过极化 极化过头了 叫过极化 它是因为电位敏感的甲离子通道 打开时间太久 因为它开的慢 关的也慢 这时候叫过极化 那怎么办呢 当你的钠离子或夹子打开之后 尤其是电位敏感 打开之后 它很快就会关闭 虽然甲的关闭比较慢 但它关闭完之后 你的钠甲方浮 就不断地运动 不断地运动 就慢慢把夹打出去 不然是钠打出去 夹打进来 又恢复成外側内部的-65毫伏 就逐渐恢复成原来的极化状态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动作电位 按照时间上 一开始叫极化 后来化学敏感作用会聚极化 然后剧烈去极化 然后再极化 然后过极化 又回到极化 所以动作电位大概分为这几期 一开始是极化 再来是去极化 然后再极化 然后过极化 然后回到极化 好那以上是用文字来表达 动作电位产生的流程 接下来我们用这个图来说明 有些人喜欢用图来看 好我们一号在这里 在这里 这是静止磨电位 静止状态 静止磨电位呢 外纳内甲 外正内部 此时纳跟甲的孔道都关闭的 除了少数的 常开型的甲通道 外正内部外面内甲 好现在呢 我的化学物质过来了 只是化学敏感的通道打开 化学敏感 我的化学 我的神经传绿物质作用 使了甲一日通道打开 所以甲进来咯 是不是磨电位上升 所以此时的磨电位 会从-65毫浮 慢慢上升到 比如说-60 或是-50 不-60或是-55毫浮 开始缓慢的上升了 对不对 好一旦你的磨电位 到底比如说-55为例好了 这时候呢 电位敏感的纳内甲通道 电位敏感 大量打开 是不是大量的纳冲进来 所以你看这时候的 那个磨电位 去极化很明显 所以七局化分两阶段 编号二是缓慢上升 这是化学敏感纳打开 圈圈三是剧烈上升 这是电位敏感纳打开 好接下来呢 这些孔道都会关闭 坏 电位敏感甲通道打开 电位敏感的甲 这边都纳 这边都纳 电位敏感的甲通道打开 只是甲是向外流出去 正电往外流 所以这时候的磨电位 开始下降 开始下降 就从比如说成 从正四十 降到负五十 负五十五 往下降 但是它开始先过头了 所以甲力说流出去 太多 使得外面太正 里面太负 所以这时候的磨电位 反而超过了负六十五 反而到负九十左右 这时候呢 就是圈圈五的过急化 过急化 所以以中间这个图来讲 这是所谓的动作电位的几个流程 我现在把它的名字写一下 一开始呢 在圈圈一 叫做静止磨电位 它叫做极化状态 好 圈圈二 我开始有一部分的纳力的通道打开 通常是化学敏感纳力的通道 它就是去极化 没有把极化去掉 而去极化终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缓慢上升 一旦到达了关键的预值 就引发电位敏感纳大量上升 所以其实这边分为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 那中间的转折点就是预值 引发了电位敏感的纳大量打开 好 接下来是二跟三是去极化 四号呢 就是极化再线 又降下来 叫再极化 那过头的就是圈圈五 叫做过极化 好 接下来到了圈圈一 又恢复成余元的负六十五毫浮 又回到了极化状态 等待下一次的动作电位 好 以上就是动作电位的 以时间上它分为这几个阶段 极化 去极化 再极化 过极化 极极化 它的离子 孔道打开的状态 好 那这个图有点复杂 因为有很多孔道开火关 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是用这个表达方式 你看 一开始 以这个图是以负七十为例的 如果我们禁止磨电位是负七十 这叫做极化状态 也就是禁止磨电位 好 现在呢 我的化学敏感钠 先打开一点点 所以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逐渐上升 逐渐上升 逐渐上升 这时候你是去极化了 好 那去极化分为两阶段吧 这是第一阶段 好 一旦你到达玉子 玉子比如说负五十五 会使得电位敏感钠 大量打开 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所以这可以出分为 前面是化学敏感钠 打开 后面是电位敏感钠 打开 而电位敏感钠 是大量打开的 好 接下来呢 就换成钾离子 所谓的电位敏感的 钾离子通话打开 所以钾呢 打开 正面往外跑 你的膜电位就下降 然后最后就过了 最后就过了 最后就过极化 所以现在过极化 前面叫做再极化 那过极化之后呢 钾甲帮姆会不断的 把钾打到去甲打进来 又恢复成负六十五的 又恢复成极化状态 所以我们的动作电位 依序有极化 去极化一 去极化二 再极化 过极化 又回到极化 等待下一次的动作电位 好 其中我说 恢复到极化 不是钾甲帮姆运作吗 希望各位不要误会 钾甲帮姆不是在这个时候才作用的 钾甲帮姆永远都在运作 就算你今天去极化了 你今天再极化了 你今天过极化了 钾甲帮姆一直在打 一直在打 一直在打 只是因为前面的去极化和过去极化 去极化再极化 太大变化了 你的钾甲帮姆来不及改变 他的摩电位 所以发现摩电位 狂升 狂降 但是钾甲帮姆一直在作用 钾甲帮姆不会停的 只是因为钾丽子 当然打开 或者钾丽子 当然打开 他的电位变化太剧烈 会压过钾甲帮姆的运作 那每天等到过极化以后 钾甲帮姆的效应慢慢出现 你就会复成极化状态 以上是动作电位的 依时间发生变化的流程 好 刚刚有个同学问说 我们的所有的动作电位 都会发生过极化的状态吗 其实其实不一定要有 可是为什么在演化上 我们的动作电位 包含你的神经 包含你的肌肉 在放电的时候 都会有一段 所谓的过极化的时段呢 过极化是你的摩电位偏低 偏低的时候 是不是离玉直更远了 所以当你在过极化的时候 你是不是更难到达玉直 也就是说你更难 产生下一个动作电位 所以其实过极化 是让神经或肌肉休息用的 这段时间你不能再反应了 不能再反应了 而这在演化上有帮助 第一个让神经休息 第二 如果今天就是心脏的肌肉心肌 你让它一直收缩 一直收缩 你的心脏会一直收缩 不能放松 不行 你会死掉 所以心脏一定要有一段时间 叫过极化 让心肌舒脏 不然你心脏一直收缩 你就不能打出血液了 你的回音血液会变少 所以演化上 不论是肌肉还是神经 它有一段过极化 是要让神经或肌肉休息的 强制你休息 不然有些生理中会有阻碍 比如说心脏一直在收缩 你就不能打洗 所以还有它的生理意义 你说 你说心脏跳快一点的时候吗 很棒的问题 对 如果你心脏跳快一点 你的过极化的时间 就会缩短 缩短 就让你心脏休息的时间变短 不然你心脏没办法增加心跳率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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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问还有其他问题吗 这是好问题哦